老板 先走了 拜拜 怎么了 拜拜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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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怎么样 老板 怎么那么痛 老板你起来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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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能跑哪儿去呢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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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她的情况怎么样呢 目前诊断是急性肠围炎引起的发烧 但还是要入院观察二十四个小时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醒了 下几点了 天都亮了 我弄弄弄都没想啊 我手机呢 完了 一定是要在你办公室了 你紧张什么啊 回去再拿就是了 看样子你应该好得差不多了吧 我 应该退烧了 你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 多伤身体啊 你只是在担心我吗 你是我老板我担心你是应该的好吗 你昨天那样可把我吓坏了 你一个人是怎么把我送到医院里边的 背着呗 你别看我一个女孩子 我力气可认大了 完了完了 丢人言别看我 丢人丢她了 被一个女孩子背到医院 不过 谢谢你 不用谢 那个 你好好休息 我回家就上班了 放你一天假 不如上班了 回家好好休息 你这样是在谢谢我 还是在报答我 所以你怎么想 那我还是先去上班吧 真不用放假吗 老板 喂 你干吗呀 你放开 不是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我没事了 上车 我送你一起去上班 可是我 走吧 喂 喂 快上啊 喂 小龙 小龙 你怎么在这儿 看来我这是瞎操心的 喂 小龙 昨天晚上老板生病了 是我送他去的医院 然后呢 你就陪了他一整晚 我本来是想走的 可是我一不小心 就睡着了 你这是在哪儿 都睡得这么暗了 来起事不能完全怪月月 是我昨天突然间生病 但是和月月的服务 我的病很快就好了 月月 你先进去 附小龙 后面是앙 你到底想干吗 我没想干吗 既然李月不是你女朋友 你也没有理由管那么多 我自然可以跟她交往 你觉得喜欢李月呀 感情这事呢很难预测的 说不定我会慢慢地喜欢上她的 那如果她知道十年前 是你故意留了我的名字 我的地址 你觉得她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想过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都会失去女儿 但明明不是你 你却不解释 你也是空翻 所以我劝你好好想想 要不要告诉她 决定钱赠呢 你现在是无业佑民是吧 你觉得你能照顾好李月月吗 别说照顾好她 你连照顾好你自己都够恰 小龙 我手机落在餐厅了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上班去吧 小龙 小龙 还空吗 喂 月月 我是外公啊 嘿嘿 月月 月月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啊 喂 你好啊 外公你好 哎 这不是月月的电话吗 哦 我是那个月月的老板 他马上过来 月月 月月 外公 喂 喂 老板 这 怎么了 刚刚你外公给你打电话 我帮你接了 看手机没电了 外公 你往的了 谢谢老板 喂 喂 喂 外公 哎 哎呦 月月啊 是你 怎么刚才电话端了呢 月月 你过得好吗 我过得很好啊 外公你呢 你过得怎么样 我很好 我很好 月月啊 你一定要按时吃饭哦 不要怕费钱 身体最重要 你钱不够 外公给你打过去 外公 你才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不用太担心 我过段时间就回去了 外公 我手机没电了 我现在正用老板的手机打电话呢 不好意思 换别人钱 没关系 外公我等会儿到时候打给你啊 拜拜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谢谢老板 谢我干吗 我昨晚喝多了 你送我去医院 我谢你才对 不用谢 倒是你 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 喝酒多伤身啊 你 又关心我 这是第二次 你这里那么乱 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不用 真有 真有 那个 我帮你收拾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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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